缺解啊,作为这个北京人在乌克兰松光的黑粉啊,这是资深黑粉,铁杆的黑粉 想对这个这个松光在内的,还有这些啊,松光的粉丝说一下 其实啊,黑粉也是粉啊,黑粉才是真爱呢 就深层子的心理关注度来说呀 这黑粉啊,比那些啊,就沉溺啊,感动 你说几句浮于表面的啊,赞美啊,表扬啊,感动啊 就这些好听的,说这些好听话的粉丝呢 其实啊,黑粉才能更深层子的关注和剖析你们呢 就观影体验来说啊,大多数观众啊,可以说超过半数以上吧 半数以上的观众在包养你们 而小部分的观众呢,在批判你们 就这种影评啊,这个观影啊,它不是有影评吗 这种影评才是立体和丰满的呢 否则你们光听于啊,留意表面的赞美,你听多了烦不烦呢 听着吼不吼啊,就是吃糖啊,喝蜜水啊,你喝多了还吼嗓子呢,是吧 你听多了多烦呢,厌倦不厌倦 就负面评价就相当于灵魂佐料,那啥呀 那盐呢,少了盐,你说你这菜还怎么吃呢 各方看啊,这个有些批判呢 大多数批判可以说 你缺解看的,缺解这么一个客观的啊,实事求是的 这么一个不说假话的,就这么一个有啥说啥的 就这么一个人来说啊,缺解 平心而论,没有几个是凭空捏造的 都是基于事实做出的评价,对不对 没有几个人说恶意中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啊,给你造谣 污蔑你啊,造谣什么事,没有,是吧 就缺解,哪怕提到孙光的啊,就早年的一个什么案子 疑似啊,微博网友爆料的 孙光说他是造谣啊,但是呢 孙姐就对这个孙光这个人的这个直觉判断来说呢 未必啊,只能说呢,孙光对这件事的看法 早年他自己的看法 孙光只需要交代 你在啊,到了这个乌克兰之前 你是不是楚男 你就承认,你就你就交代 你是不是楚男就行了 如果说你不是楚男 你是怎么失身的 你是怎么样献上你宝贵的出业的 你是怎么样 是你强迫别人 还是说你和他两个人是基于共识 达成默契啊 共同愿意做这件事 让你失去楚子之身的 你就交代你是不是楚男就行了 是吧 就说这个孙光这个人呢 这个疑似强奸案呢 这个缺解一直是打着个万号的 尤其是呢,缺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缺解判断过,看得过很多很多啊 就强奸犯啊,发现他们骨子里的那种男权负权意识特别浓重 就是那种极端的男权意识 这强奸犯基本上都全是极端男权才会强奸别人 就这种男的往往啊就出强奸犯 你孙光你是不是一个就是父权意识很浓重的啊 这么一个男权意识很重的 别别人不说你那斯拉夫女人都受不了你 更别说中国女人了是吧 斯拉夫女人是这个举世公认的啊 就是比较败表的,爱表的,可表的啊 就比较重男青女,男子女辈的啊 所有的这个欧洲人都知道 斯拉夫女人啊 特别喜欢卖弄自己的女性价值啊 性的价值,用美色啊 用美色来标榜自己的性价值啊 用生育价值拼命的生孩子 他们不反对生孩子 你现在中国女性有几个愿意生孩子 就是说从她自己本人 如果说她不是要投靠这个男人 不是要维持跟这个男的关系 有几个说出于她自身她愿意生孩子的 非常少 都是为了维持跟这个男的关系 她才不得已要满足这个男人的繁殖欲 而男人本人是没办法生孩子的 必须要靠女人啊 她就必须要压榨女人 这样中文女人才不得已啊 才要生个什么两胎啊三胎啊 但斯拉夫女人那里就不存在这个 他们就是喜欢生 是吧 而且呢 还以这个生孩子为光荣 就搞得就是好像是大家都不知道 生孩子怎么生的一样 就一说生孩子就光荣 一说性行为就羞耻 那难道你们这孩子 这不是通过性行为生出来的吗 哈哈 而且呢 这个 所谓的批判呢 既然大家都是基于事实啊 做出的评价 你说没有恶意重伤你 你说这难道不是促进你们的进步和改善吗 让你们变得更加的符合大众的审美啊 符合大众的标准 不会帮你们拉到更多的粉吗 尤其是像缺姐这种啊 这种女权主义者啊 你要是能把缺姐给拉得动 那你才是真正的啊 真正的是具有先进三观的啊 先进理念的啊 你有先进的价值观的 这么一个大V 对不对 而且呢 负评里啊 就差评里啊 没有人批判过什么连娜呀 没人批判过万尼亚 没人批判过V了 没人批判过这个孙光的前妻和孙光前妻的这两个大女儿 是吧 没有人批判过他们 批判的难道不都是你孙光吗 你说你孙光拉上全家人合适吗 还让全家人给你背书 什么让你妻子 说哎呀这黑粉 你怎么怎么着 还让这个妻子帮你说这个话 然后呢 也让莲娜呢 也帮你说这个话 都没人批判你们这对母子啊 都是批判孙光的 是孙光给这对母子洗脑 让这对母子呢 给自己背书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合适 是吧 你有什么事你自己单嘛 不要让人家给你单嘛 是吧 而且呢 确切想说啊 如果尖锐的批评消失了 那么则沉溺于自怜情节的观众的感动和赞美呢 就会变得廉价 正是黑粉 让你们这些自怜的粉丝啊 不再廉价的 粉丝里呢 有很多啊 这个是 缺姐看得出啊 缺姐是懂一点心理学的 不能说缺姐是学过心理学的 但是缺姐知道 很多啊 大多数都是缺少被人正向肯定的 就是那种啊 动不动鸡汤的 碎静的啊 岁月静好的 基本上你都是缺少被人正向肯定 你不敢面对现实中啊 不好的那一面 这种人呢 特别容易怜悯自己 渴望被人的赞美啊 鼓励啊 但是呢 平白无辜呢 谁会鼓励你 谁会赞美你呢 那就只能通过赞美别人啊 怜悯自己来获得肯定 对吧 这就为什么呀 中老年人呢 这么盛行这种心灵鸡汤 一看那种对了味尔经的啊 那种假鸡汤啊 就是鸡汤大爷大妈呀 缺姐就知道啊 这些大爷大妈心里得多苦啊 是吧 就一看啊 就是假鸡汤 岁月静好 缺姐本能就觉得你们老了 不管心理上还生理上都老了 跟缺姐又不一样 缺姐呢 只是呢 这个看起来年轻啊 这个心里当然 也年轻啊 但是缺姐呢 这个生理年龄是非常老 非常老的了啊 这个缺姐 不要装嫩啊 不要老黄黄刷绿漆装嫩啊 这没用啊 缺姐承认 因为缺姐说的话啊 还有说 阅历啊 还有年代感呢 这个说的什么事儿 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儿 这缺姐 这缺姐 多听缺姐几期这个视频就知道缺姐的年纪大约在什么年代啊 肯定不是让缺姐的声音这么年轻 也不像缺姐长这么年轻 尽管缺姐没露脸啊 但是呢 总是被人说这个 不相信缺姐我这么大 所以说啊 缺姐就还得把这个什么护照啊 把这身份证给人家看一下 人家还说 哎 不行啊 就是不信的 那都没办法 那就长这样 我也不能说 我祸害自己让自己变老吧 这个就就想说啊 不是缺姐自夸自己年轻啊 我就想说啊 这个粉丝呢 你也不用说 这个骂人家黑粉啊 包括骂缺姐在那黑粉 什么心理不正常什么的 你说呢 你骂这个黑粉呢 你就想剥夺黑粉的言论自由 也没什么必要是吧 你缺姐不说了吗 有一正一反的啊 就是这种评价呢 你才显得你这个人呢 你这个主体啊 你这个展示的主体 你作为一个大V啊 展示自己的私生活 你这个主体 你不就立起来了吗 不就丰满的吗 不就立体吗 多角度的吗 对不对 这种黑粉呢 可能呢 我缺姐分析啊 就是 是粉丝想通过对黑粉的贬义 来维护自己 怜悯自己的心理滋味 黑粉当然也有自己的心理投射啊 缺姐一点都不否认啊 缺姐就投射啊 对这个父权制的批判 缺姐作为一个铁杆的女权 就是找你啊 哪方面你折射了父权的读文化 缺姐就毫不留情的批判 这就是缺姐 所以说呢 这就是缺姐啊 对所谓黑粉的这么一个一点认识吧 除非啊 就是说 你们作为缺姐的粉丝 或者说黑粉 也可以批判缺姐啊 你缺姐就看着 听着 说的对不对的啊 你不对的缺姐就自动屏蔽啊 自动就是说 有缘不进 不看你的就是了 你说你能影响到缺姐 什么影响不到 如果说批判的不对 如果说你用这种 父权制的读文化来批判缺姐 缺姐就对你啊 就冷笑 就觉得你傻 尤其是如果说 你是女粉丝的话 你还用啊 维护父权制读文化 什么儒教 儒家读文化 那缺姐就觉得你是个傻子 因为你在父权制 还有儒家这个读文化里面 你们啊 女性来说 你就是被贬义的 被踩的 你维护啊 贬低你的 那你是不是傻 你是不是贱 是不是 除此之外 怎么批判缺姐都可以 只要你不要用父权读文化 来批判缺姐 缺姐都能接受 基本上啊 说的差不多了 就是关于对黑粉和粉丝的 这种思考 这缺姐差不多也就说到这了 我已经造成了 对黑粉丝的 所以是